老闆 现在当令的蔬菜大概是 现在当季的是 当季的是 菠菜 到菜市场挑挑选选 先看菜漂不漂亮 再来就是价钱 采买家中日常需要的蔬菜是日常 对于物价的波动更是敏感 我以往一直都是在超级市场买菜 那因为也方便 然后随时我可以采买 那么超市的价钱都标示非常清楚 然后你每隔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哇 怎么又贵了 尤其是这一两年来的感觉 更深刻 更有感觉 所以我现在比较常在 大型的一个果菜书批发市场买菜 都是像冰江市场 环栏市场这样子 那一方面选择也多 说到通膨 对于大众而言 都是坏消息 因为价格上涨 会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 国内旅行的一个房价部分 在疫情前后 大概就三四年时间 整个我感觉波动 定价大概高了四成到六成 对 然后还有它的观光的 一个景区的一个提升 特色的提升 好像也没有同步成长 但通膨不见得总是负面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研究分析 1983到2019年间通货膨胀对美国人整体财富的影响 发现财富排行百分之一 美国人身上的净通膨收益为六万三千五百美元 占平均年收入的百分之六点九 它有一些多余的资产 它这个资产可以去做 创造其他的收入的话 那当然这个 因为通膨关系 比如说我有房子租给人家 我租就会上涨嘛 所以对来讲那套多出来的房子 因为通膨的关系就让我的资产收入增加 所以变成他的财富可能会跟着上升 原因是通膨膨胀可能导致资产价格 尤其房地产大幅上涨 因此有益于拥有大量资产或是债务的家庭 例如房贷债务占比收入很高的族群 或者是超级富豪 通膨对于财富处于第40%到60%的家庭 受益最多 通膨收益将近四万美元 占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而研究中也发现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平等收益 收入最低的20%家庭 没有房子也没有股票 将会在高物价时代活得更加辛苦 经济学家有常讲到就K型复苏 也就是说两头涨 但是中间落线 什么意思呢 在疫情底下 我想金融非常的好 股票 我想很多高资产的 在股票里面收入非常的丰沛 一些高资产的人 他急需需要把资金 找到一个安全保本 所以我们又会发现 居然在高通膨底下 可是各地的房地产 怎么居高不下 跌不下来 因为成本增加 本来就没有跌价的空间 买进的不动产价值因为通膨上涨 根据统计 民众认为抗跌保值的投资标的 第一是不动产占42.2% 第二是股票占16.9% 依序是现金 基金债券 以及黄金或是贵金属 国内外政经局势变化大 不少富豪对于资金规划 也更加谨慎 一般的社会大众 他可能是有钱 只是放在自己自用的资产 或是放在银行存款 坦白讲 他对因为通膨的关系 并没有办法增加他的资产收入 所以反而会因为 他的消费是增加了 可能资产收入反而会减少 比方说可能他占 我们整个资产金资产的 前半是40的人 他这些资产是都会出来的 可以去创造更多的收入 才会增加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利曼 认为通货膨胀 就是一种隐形税收 因为他迫使人们 得赚更多的钱 来维持相同的生活方式 但也因为资产和债务的多寡 影响实际收入 TVBS新闻 陈如环和加量些单词 特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